我花了5000萬買國泰美債ETF 其他新舊美債ETF 不值得買嗎? 現在還能進場嗎? 有在追蹤我節目的投資朋友們 一定都知道 哲哲的00687B 國泰20年美債ETF 已經從一開始 我們買進了3000萬 一路加滿 變成5000萬了 為什麼這麼多新聞媒體 都裁判哲哲? 因為哲哲是第一個 這麼大手筆 親自掏腰包 事前就放話要買進 當天買進 直接秀堆贈單 秀證交所貴買中心的進出資料 來證明哲哲真的有買 而不是事後才跟你講 我賺那麼多錢 則是先賠錢再說的分析師 一切一切 預告到前面 重點是我中間兩次的加碼的邏輯 其實不太一樣 我今天也會重點分享給大家 到底是該逢低加碼 還是確認底部再買呢? 還有最近好多人在留言區問我 00631B 統一美債20年 能不能買呢? 復班美債20年 00696B 能不能買呢? 這些其他的美債ETF能不能買? 我今天把這些 如果大家想要知道的問題 一次解決告訴大家 我們來看看下面的表格 我不能從長天期的 20到25年的美債ETF 還有中天期的 7到10年的美債ETF 還有短天期的 1到3年 甚至於不到1年的 中性美國公債ETF 20年以上的美債ETF 不是你買了要放20年喔 台股現在旁邊上 能夠買到的美債ETF 寒不浪丹的將近就有20檔了 也因為選擇實在太多 讓投資朋友在選擇美債ETF的時候 常常不知道要從何下手 首先我先幫大家稍微做點分類 先理清楚買進美債的理由是什麼 如果你是為了債息而來 然後風險承受度不高 那你可以選擇 價格波動度較低的 短天期債券 那如果你是像哲哲一樣 要賺就賺一波大的 風險承受度較高 不論是債息還是價差 都想拿好拿滿 賺好賺滿 那最好的選擇 就會是長天期的債券喔 那麼長債要怎麼選呢 哲哲我會從規模大的 ETF先開始挑 所以我們拿長天期規模前幾大美債ETF 來比較一下 只要是20年美債ETF 程序期間都不會差太多 程序期間指的是債券的平均到期年限 因為這些債券ETF 不是只有持有一筆或一檔 或一批同一個債券 所以不同批的債券 所以有不同到期的一個年限 那麼有很多人討論到債券的時候 為什麼會提到存續期間呢 因為跟報酬率有關 債券ETF的漲幅等於存續期間 乘上降息幅度 以者者買進的00687B 國泰美債ETF為例 如果未來的FED降息1% 00687B照理來說要上漲16.37% 那從這一點來看的話 00931B統一美債20年的存續期間 只有16.21年 太短了先剔除不看 有趣的是00764B 群域美債25plus 以及00779B 凱基美債25plus 打著25年期以上的美債名號 實際上它的存續期間 也才17年左右 比起其他20年期公債的ETF存續期間 16.5年左右相差不大 因此各位投資朋友在投資之前 要仔細看清楚存續期間 不要只被ETF的名稱給騙了 而且這兩檔25年期的 近一個月每日交易都不到1億 00779B 凱基美債ETF更慘 才300萬 比起其他長天期的美債ETF 日平均交易動輒就1億以上 實在小的可憐 代表投資00779B 凱基美債ETF投資朋友們 很有可能面臨到 要買買不到 要賣賣不掉的流動性風險 更不用說像哲哲一出手就買5000萬 像這類型交易額小的ETF 就完全不會考慮 怎麼買啊 難道一買就買展停板嗎 又不是傻瓜自己把價格拱上去 所以我們這邊就可以剔除一些 規模比較小 或者交易金額比較小的債券ETF 若以年化殖利率來看的話 最高的是00679B 元大美債ETF 年化殖利率高達3.9% 其次是00687B 國泰美債 以及00795B 中性美債的3.7% 最差的則是00696B 富邦美債的2.99% 值利率差太多 差的快1% 那就先不要考慮富邦美債ETF了 考慮了規模 成交金額 還有殖利率 那現在只剩下三檔的美債ETF 我覺得是不錯的 那這三檔美債ETF要怎麼選呢 我認為00687B國泰美債和00795B中性美債都是不錯的選擇 那為何不選00679B元大美債ETF呢 則則一直告訴大家 元大美債ETF的溢價實在太高了 則則在買國泰時 元大美債ETF的溢價高達1.16% 大家可能不太清楚溢價對於股價會造成什麼影響 則特地做了一張在11月初的展跌幅的比較表格 11月1號元大的跌幅是1.19% 已經比國泰0.56%的兩倍還多 你不可名字 我還以為是美債ETF正二的跌幅啊 哇 這樣兩倍的跌幅啊 到了11月2號 由於鮑爾暗示大家升息可能已經結束 讓美債殖利於大跌啊 然後美債大漲 但元大美債只漲了1.79% 小於國泰的2.38% 到11月3號元大漲幅1.51% 同樣又低於國泰美債ETF的1.56% 溢價高的商品 注意哦 溢價高的商品 在收斂溢價的時候 跌幅就會比較多 漲幅會比較少 過完這三天你會發現到 這兩檔美債ETF的績效 居然差了1.21% 這就表示如果當初哲哲的5000萬 是買進00679B元大美債ETF 我才三天就會少賺60.5萬 就是5000萬乘上1.21% 傻瓜才買溢價很大很高的金融商品 那這三天的漲跌幅比較 直接驗證我當初預告的風險 至於很多投資朋友的討論 11月6號明明美債殖利率是下跌 理論上相關債券ETF 應該要上漲才對 但為什麼00679B元大美債ETF 漲幅不到0.2% 甚至於00687B國泰美債還收平盤呢 我認為可以分開兩個部分來做討論 第一個部分是匯率 11月6號台幣匯率強生0.5% 幾乎抵銷掉20年期公債 價格上漲的0.68% 第二個是折溢價 原本00687B國泰美債也呈現溢價的狀態 但在週一的時候變為折價 對比00679B元大美債 仍維持在溢價0.6% 明顯可以發現到 主要是溢價擴大的原因 導致00679B元大美債 仍呈現小漲0.18% 但00687B國泰美債卻只收在平盤 這部分我認為跟00679B元大美債 近期成交量再次回升有關係 因為買的人變多 人氣增加傻瓜也比較多 因為傻瓜一多 就願意溢價去追這個不合理的金融商品 我要強調 元大美債ETF不是不好 而是太多傻瓜 太多人願意高價去買 那溢價自然會增加 那當然就不願意做傻瓜囉 至於大家最想要知道的 美債ETF已經彈上來了 到底還能不能買呢 哲哲直接給大家結論了 當然可以 資金大的可以像哲哲一樣 選擇規模和成交量 都比較大的00687B 國泰美債ETF 如果資金沒有這麼大了 存續期間最高的00795B 中性美債也是不錯的選擇 因為這個時候 你就不會像哲哲一樣 買這麼小規模或交易金額 比較小的中性美債ETF 就覺得卡卡卡卡的 因為一買就容易漲上去 一賣就容易跌下去了 如果你像哲哲一樣 屬於專業型的投資人 天才型的投資人 或者屬於財商賺錢的投資人 那很清楚自己要做什麼 也不害怕站上會虧損 那你就試用左側交易 一路下跌的時候就一路買 但如果你不能接受 站面有太多虧損 希望確認一路上漲後 底部過了以後才買進 那麼你就試用右側交易 而由於FED主席 在11月2日的利率決策位置結束後 已經暗示大家 升息巡返可能已經結束了 有沒有看到這個重要新聞 所以我認為 美債的低點已經過了 現在買進的投資朋友 通通屬於右側交易 右側交易的缺點就是 你不能買在最低點 可是右側交易的優點是 你可以買在一個相對安全 而且企展的位置區 現在20年期 美債公債殖利率大約在5%上下 只要不要差太多 我認為這附近都是買點 當然前提是 通膨沒有繼續惡化 法則FED依然可能會繼續升息 但是你要注意一下 矛盾的是 就算因為通膨的關係 繼續升息 讓債券再出現低點也沒有關係 因為再升息下去 終於一天經濟會撐不住 到時候連者位依然得降息 只是早晚的問題而已 所以這時候買進美債 依然是妥當當的送分題 本週的台股包包非常精彩 我把各大的美債ETF 適合你的美債ETF 一個一個列出來 不適合你的 什麼原因都講出來了 如果你有學習到一些 不一樣的股市經驗 你覺得本頻道非常的有趣 而且非常專業的話 歡迎訂閱頻道 開啟小鈴鐺 我們台股包包 下週六再會啦 拜拜 如果喜歡我們節目 我們訂閱頻道 也有十二十幾萬人 你喜歡我們節目 也要記得訂閱頻道 開啟小鈴鐺 最重要的是什麼 也要記得留言喔 按讚留言分享 然後也可以加入我的Line 台股包包包 我們下週見